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胡天虎,杨陆禅在武副界,尤其是在太极拳界,几乎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字。杨陆禅是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曾被誉为打遍京城无敌手的杨无敌,对这个响亮的名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的。 杨陆禅生于1799年,直立省广平府人,早年到河南省温县陈家沟陈昌星处学习太极功夫。 1840年前后,杨陆禅四十岁左右,自河南陈家沟学权归来,返回家乡永年县,设全场交权,权术和器械运用的都十分高妙。 常有人来比武切磋,杨陆禅都所向披靡,高手进行探服,后来被推卸,武功传说,有些人是并不认可的,有记载,但也许中也没有记载。 于是,很多人就认为杨陆禅的真正出名是在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有一个叫陈维明的人,陈维明是清末的举人,民国初年在青史馆任职,与同事一起编写青史,文化功底非常深厚。 他曾向孙世太极权的创始人孙露堂学习行李权和八卦长,后来向杨陈辉学习太极权。 杨陈辉是杨陆禅的孙子,文人学权,很自然的要写书写文章。 由于陈维明的介绍,太极权很快为人们所熟知,他在书中简短的介绍了杨陆禅向陈家沟学习太极权的事迹。 这个事迹被当时的小说家龚白宇看到,龚白宇经过一番推理演绎,写成了非常流行的小说《偷拳》,杨陆禅的很多事迹,为此就广泛流传起来。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杨陆禅纯粹是被民国时期的文人们吹捧出来的,他们还找到了更有力的证据,就是1954年,吴公仪与白鹤拳的代表人物陈克夫的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有黑白影片,留下了珍贵的影视资料。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手比赛,纯粹是一场打野价,其水平之低,让人们几乎惊掉了下巴。 吴公仪的爷爷,吴泉又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杨陆禅的得力弟子之一。 他的父亲吴建权是吴氏太极权的创始人,吴公仪是长子,1919年24岁时就出任山东省武术总教官。 1924年,任张东昌国际队总教官,习后在全国知名的上海经武会任教习,还曾受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聘请,出任军校学生部高级班太极权教官。 又当过中山大学体系讲师,1937年,吴公仪在香港成立健全太极分社担任社长,从吴公仪的出身和他的经历可以看出,吴公仪完全有资格代表太极权的顶尖高手。 吴公仪的杨物体看作是一种传说,一种传奇,在后来长期的习武过程中,逐渐的认识了一些太极权高手,和了解了一些太极权的内功。 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看法就改变了,太极权应该是有很深的功夫的,我们可以通过太极权后来人们的真实功夫来推导, 杨露离那个时代的太极权高手们的武规状况。 我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武术博士田金龙。 田金龙在上海体学院攻读武术系研究生,他的太极权造诣很深。 在原有太极权的基础上,他创造了三摇三摆的训练方法,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他的不少弟子在太极权推手比赛中夺得了许多的金牌银牌,他也交出了不少的散打亚军冠军。 第二个例子是黄姓贤,黄姓贤是郑曼清的高头,郑曼清是阳城府的得力地子。 1970年,黄姓贤与世界摔跤冠军廖广城,有一个中西全类台赛。 黄姓贤以26比0取得了绝对的优胜。 这场比赛有完整的影响,我们只取一段。 在影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姓贤很轻松地摔得廖广城一点皮翼都没有。 廖广城摸不到黄姓贤的劲儿,被黄姓贤带着脚下发飙,一次次地跌倒在地上。 这场比赛,充分展示了黄姓贤身后的太极圈内功。 作为太极圈的爱好者和习练者,我更看重的是吴宇香与李一玉的太极圈理论。 他们的这些太极圈理论很有实际操作性,使我顺利匪浅。 他们都是经典的太极圈代表人物。 吴宇香是杨悟禅的好朋友,曾向杨悟禅学习过,又到赵宝镇、陈清平处学习太极圈的精髓。 吴宇香的太极圈理论是继王宗叶太极圈论之后最经典的太极圈理论之一。 吴宇玉继承了吴宇香,并将吴宇香的太极圈理论有所发挥。 没有深厚的太极圈功底,没有对太极圈极深刻的认识,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经典的太极圈理论。 这一太极圈理论为我们后来的人探索太极圈的奥秘,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太极圈是有极端的高手了。 吴宇香与李宇玉的太极圈理论,不仅对太极圈的爱好者们有很好的启示引导作用。 就是很多其他武术门派的高手也很推荐这些理论。 既然吴宇香与李宇玉都是太极圈的高手,那杨禄禅也必然武功极高。 据于他是不是杨无敌,自当别论。 我是胡天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为我点赞。 是胡天虎。